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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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 1 3 1 4 1 4 演艺圈的明星不管生活里面发行的事情都会变成新闻 那當然明星跟明星結婚這件事 也是很重要的新聞的來源 那很多人覺得很看好的婚姻 有的時候都會出現一些問題 對 就算明星跟路人的婚姻 也常出現問題啊 今天來的不都是 我只有 只有一對是明星跟明星 是 我看妳的時候 妳沒有不祥的感覺嗎 我沒有 我講到沒有注意到妳的眼神 我們過得很好 真的 妳才結婚一下 她應該要撐住吧 不然也太快了一點 我跟大家講 目前真的是沒有什麼 要分手的跡象 非常的恩愛 那妳看到報紙上面 明星的婚姻出問題的新聞的時候 妳會心裡面一涼說 怎麼會這樣 真的 尤其有些一開始看起來很恩愛的 然後事後搞成這樣會覺得 可是妳無論如何是覺得說 這個不會是 跟妳有關係的事情 妳現在在哭露嗎 因為我怕我現在講得太TK 然後到時候被老公毆打 你們就把這個袋子吊住了 你一直扭 好 我們今天要給大家一點勉勵 因為其實離婚是非常普遍的事情了 那我們邀請了幾位明星來跟我們講 就是他們離婚的時候的狀況 以及離婚後過得怎麼樣 好 我們歡迎四位明星 好 謝謝 歡迎 指指指手與指偕老 相信是很多人對婚姻的夢想 但有些人的婚姻總是走不到這一步 今天的四位來賓將與大家分享 他們在離婚過程中的點點滴滴 讓評審團來決定 誰的離婚理由最理智呢 妳看得出來這四位誰 離婚後就會把 所有的東西都給對方嗎 應該這樣講 其實在場的剛好就有兩位射手 一個獅子的 那我鼓勵大家要離婚呢 要多跟這種星座人離婚 因為他們都很大方 給贍養費啊 各方面錢啊 都很阿賽 都不計較 我老公是獅子做的 我跟你講 你為什麼還不能因為他自己做要跟他離婚啊 這幾位掉待會出來看到 我們今天要聽一下我們四位來賓的離婚的故事 那黃東坤先生麻煩你轉過去 我們要看一下你的故事的標題是什麼 對 黃東坤先生為什麼故事是跟大自然有關 那就是我跟孩子的媽其實就是一個 美麗的誤會 所謂美麗的誤會就是說我的 孩子的媽是一個原住民嘛 那我 我是一個從小嚮往那個 過原住民山山水水的生活的人 的都市人 那我碰到了一個原住民的女孩子 那我當然欣喜若狂 我就想 那我後半生就可以跟原住民一樣 在山上這樣子過日子 性情的打獵啊 對啊 那可是對我的前妻來說的話 因為她從小她一輩子就是原住民 所以她想她認識了一個歌妻 然後因為我是一個都市人啊 那她對我的印象就是 我所有的生活的點滴都是在都市裡面 所以我想 她想說 我們的結合就可以把她從那個 這個原住民的那個生活裡面 帶到都市裡面了 結了婚以後 每次我性高采烈的 開了七八個鐘的 回到她台東的老家的時候 一路上看到山山水水 我說 你看這個山 你看這個水 她在那邊 打瞌睡 妳起來啊 妳起來看一下這個山山水水 她真的看膩嗎 就是 老娘從小就是看這個山 對 好帥喔 你們結婚是在台東還是在都市啊 結婚典禮 我的結婚典禮我只有在山上辦 我反而完全沒有在台北 她太太已經氣 她覺得氣什麼 她可以想要看大飯店嗎 她們也是結婚有任的 可是在我的觀念裡面 因為我豬 我 我覺得這個 豬肉 真的耶 因為我們從小在都市裡面吃喜酒 他就說 你怎麼沒玩 你摔白霜 我可以玩啊 這道沒有 這道沒有 因為事實上 都沒有摔白霜 喝小米酒 事實上 因為我從小 我們在都市裡面 很習慣去接到紅帖子 然後去吃喜酒 然後坐在那邊就如坐針針 誰也不認識誰這樣子 那我發現我在他們山上辦婚禮的時候 我們就把一個整個學校的操場 露天的那樣子包下來 最愛的 然後那樣子三面環山 一面看 現在又來了 那那樣子的婚禮 大概就是有三天的時間 就是從 連續喝三天 對 然後一大早開個豬啊什麼的 你整個婚姻裡面 其實像生小孩這些事情 你們都是非常就是 結果他該來了 因為結了婚了 所以他該來了也就來了這樣子 那開始覺得不太對勁是什麼 真結呢 其實不太對勁是 真正生活在一起以後 就開始覺得 好像不是這麼一回事這樣子 那可是必然我們 我們每個人的觀念都是 既然結了就不要 再去親言分手還是怎麼樣 所以 我們都互相都有在經營這段婚姻 那只是為什麼我在 第五年的時候 後來我們就選擇分開就是想 我們那時候就在想 結婚五年然後分開跟結婚十五年 跟結婚二十五跟結婚五十 如果到最後如果都是分開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兩個人開始已經出現那個 分歧的時候 那想一想 還不如就大家都還趁還年輕的時候 還有可能性的時候 大家分開 讓各自的後半輩子的可能性 都還更多這樣子 所以你們那時候結婚有長吵架嗎 有很多地方不合 所以小孩子的教養方式 有引起一些不同的意見嗎 也會 也會 就是 當然媽媽會比較寵小孩嘛 那我會比較有紀律一點這樣子 是哪一種 是哪一種紀律 椅子只能坐三分嗎 不是 這是原則性的紀律 原則性的紀律 比如說就是 像媽媽 因為 小孩子媽是在做那個服裝方面的 所以小的時候 他就會幫那個兒子買那種什麼 什麼Baby Versace 什麼Baby Armani 天啊 對我來說 這個就是一個很 沒必要的開銷這樣子 那可是他喜歡把他的小孩打扮 那我反而喜歡把小孩 丟到冷水裡面 然後讓他 培養成一個漢子那種感覺 不會是有五個月大的時候吧 就結婚就說 然後逼他青蛙跳 明明都還不會吃 沒有人性 所以現在小朋友是歸你管 他一直都是跟我住 所以你兒子現在到底是 比較偏向哪一種個性 是愛穿名牌的 還是很漢子的 他還是都有啊 就穿阿媽 你做養我起座 不是這樣 那你們有為了那些什麼 擅養費鬧得不愉快嗎 沒有耶 可是你不是說他還滿在乎錢的嗎 所以我讓他不缺錢就好啦 就是我們其實也沒有一個 固定的名目叫做什麼 擅養費還是什麼 我們後來就是一直都像一家人 那只要他有任何困難的話 就是我反正一定都會解決就是 可是等到你有新的伴侶的時候 你不是會掙扎說 錢是應該要在哪邊分配的 比較多一點 所以就是說 你就是要去賺很多 然後就 因為我自己的需求很少 我自己的物質需求非常非常少 錢都給太太跟女友 就是誰有需要誰就 這一點我對黃正坤沒有意見 可是白雲是這樣嗎 對 我覺得他不是 什麼啦 你怎麼可能 你哪有都給對方 沒有啊 有啊 你有嗎 你給什麼 你不是一毛錢都給嗎 我給啦 你給什麼給什麼嘛 上養費啊 一樣照給啊 像你這樣的話 我想到 我要去他以前我們住的地方 那個DVD還我買的 花了六千多啊 哪有那麼摳門的啊 我當時我離開那個房子 對啊 誰會記得誰買的啊 誰會記得 你連多少錢都記得 可是又有多摳門啊 不是啦 問題那個時候 買六千多算貴的啊 像一台DVD980而已啊對不對 那是OK的啊 對不對 那問題是 剛才講到了啊 你說我不會給 其實我真的什麼東西都給你用 只要他要你就給他啊 對 就給他 可是我們剛剛走進這攝影棚之前 還在讀你的雜誌上的報導 我為了那個 那個事情我還動怒 生氣啊 你生氣了 平常我們都是帶歡樂給大家的 那看到我們生氣啊 後來 我那時候很生氣 我說 你不能只有單方面的報導 你說你都問馬妞耶 你不去問馮大哥也不行啊對不對 好 他裡面講了什麼你知道嗎 他說我都不給他 然後我說 那我周遭的朋友 有馬國畢啊他們都會說 有 我是有給 但是為什麼這樣 你這樣已經 對我的人格已經受到 受到影響了 然後還有最 它裡面有一條是 他說 我兒子向我要一百塊 我都不給他了 那我很生氣 我說你在記者 你有沒有生過小孩 你有沒有養過小孩 你知不知道 小朋友 我不要讓他建立在這個 所謂的金錢上 所以你沒有給他 我說我可以帶你去買玩具 但是我不要給你 他要帶他去買 而不是要給那一百塊 一百塊 現在有很多父母是說 趕快把公公寫完 我給你五十塊錢 我給你一百塊 我給你十塊錢 你不同意這個做法 我不喜歡這個做法 沒有一百你也不給喔 不是 一百 我現在就在講嗎 你 我就說不要讓小孩子 認為做任何事情都是為了錢 可是他如果是每個月定期 要一百就還滿合理的 那是絕對合理的 OK 離婚的人都是自己處理 沒有人去先問一遍朋友說 應該怎麼理嗎 一慶德 我有問過 他問過很多人 他還問生命 生命就割筊 沒有沒有 這不能讓生命知道 生命知道就馬上會罵我們啊 會罵啊 你說上你的聲罵你嗎 不是不是 生命那關也是從一而終 真的假的 我前妻才是那個啊 是真的假的啊 對呀 他前妻的體質比你更適合 讓生命上升 現在譬如說他 我就跟他翻臉 兩個吵架 我來做 身帶著 我說長官來坐坐坐 我跟妳聊 我跟妳聊 為什麼 一上升你就要跟長官解釋說 是什麼事情 為什麼 長官一下了一定會講說 你們兩個 不要吵啦 別吵他在吵 吵死啦 嚇死啦 不好意思 然後 那我就講說 你們為了什麼小事情也在吵 那我就跟他解釋 這樣不對嗎 你是男的 我也是男生 你覺得我這樣做錯了嗎 對啊 之類的是不是 對… 要是我會覺得他在演戲耶 不好意思 我們那個長官是講國語的 他北京敲了 他北京敲了 不是 然後我就會跟他聊啊 聊完了之後 後來長官走了之後 然後後來 等於是他退了之後 退嘴 退嘴 他醒來之後 我也就走到其他 我去看電視了 我也就不… 那前妻呢 他就 他不知道啊 他剛才那一段已經是 空白 空白記憶啦 空白記憶 那他跟你吵架就這樣無疾而終 他就吵完 問題就是說 其實人家說台灣話有一句 錢一張沒有兩個賣錢 就是錢幣沒有兩個 一個發展太不響了 對 一個發展太不響了 所以我一直試著去跟他 很好的 就算我們現在離婚 但是我一樣是很好的 變成朋友的方式來溝通 真的嗎 但是有時候 他有時候帶小孩 可能會有一點氣還是什麼 就… 錢怎麼都還沒來啊 他會打電話給我就是因為 我給他的錢賣了 他才會打電話 那你為什麼要賣 有時候… 助理啦 助理 定期轉這樣就好 我不會賣 所以你自己進進狀況沒問題嗎 絕對沒問題 而且我跟他講說 我每次都是拿Cash交代給他 我說不要 你把小孩子的 我記得我以前 我把我小孩子開一個戶頭 我說你把那個帳號給我就好 我只要匯進去就好 他說不要啦 很麻煩 他還要去領啊 我說怎麼會麻煩 現在一個塑膠卡片進去就有錢了 你為什麼會麻煩呢 那我去匯款給你 我不會麻煩嗎 因為他擔心你不會啊 對啊 為什麼 其實我是 就是說 我要讓以後小朋友知道說 其實 你老爹每個月都有在 你要留作證據是不是 對嘛 對不對 那你就以後每次給他現金的時候 請助理拍張照啊 幹嘛啊 你給他穿這樣 他拿尖叫金 他拿尖叫金 他上面還要寫電池 然後就是這樣 白雲竟然不承認自己的青生骨肉 那白雲哥 你是不是跟你太太都已經離婚了 然後他又懷孕 對啊 這事情是這樣子 然後不小心 我們也沒打算會有 會蹦出這麼一個兒子來 好 完了之後 離婚 隔一個禮拜之後 其實這跟個性有關啦 大不大方其實跟個性有關 因為如果就算你賺的小 一千塊裡面的多少錢 跟一萬塊裡面的比例 是因為白雲大哥 要交很多別的女朋友嗎 我沒有 沒有 我到現在沒有交女朋友 我覺得白雲滿省的 沒有啦 他只有在外面回律啦 他不交女朋友啦 沒有 原本就沒有 原本就沒有 那個是擺來看一看而已 這不行 你這個擺來看一看還沒 可是雜誌上不就是問 但是我要交男朋友 沒有 還有玩笑啦 對 外遇真的是白雲離婚的原因嗎 以下是工作人員初選第三名 范小仁 不要亂講 可是白雲大哥不是 射了您的好色嗎 誰 你啊 我一直有問題 小孩子 你覺得什麼叫做好色 我一直沒有辦法去界定說 什麼叫好色 什麼叫不色 你有沒有在就是有婚姻的 那個狀況下 還跟別的女生發生關係 我的印象是沒有 因為我 但是 對 我真的 答案就是有 對 但是我朋友跟我說有啦 我說有嗎 你不要騙我啦 對啊 所以你都是酒後亂信 喝酒才會這樣 蛤 可是你清醒的時候不想是不是 對 清醒的時候不想 蛤 離婚的時候 到底有沒有 跟前妻談好說 贍養費這些事情 還是也是憑自由心證就是 沒有沒有有談好 有談好 這有談好 而且在這個 那個 這個白紙黑字上面寫得很清楚 OK 對啊 就是請律師寫 所以你說他現在有時候心情不好 請律師 請到律師 對啊 好慘喔 不是 你說他有時候前來遲 他就會不高興 你就會可能會抱怨幾句 結果就被記者拿去寫是不是 對 而且 哇 那個留言真的不能聽啊 但是後來我朋友後來馬國畢就講 你怕什麼啦 反正你已經是 你在講什麼啊 你知道為什麼 他說我不怕 反正我就不怕滾水燙啦 我是想說 其實我們可以口氣都好一點 所以聽起來你離得很糟對不對 對 就是很不開心的離婚 我怎麼會開心 就是我們一開始結婚的時候 我們沒有想到會離婚吧 對 那是真的 真的就後來我有幾個 算命的 就是他們會合八字的 會算紫薇的 他們算命給我 他們就跟我講 其實你結婚喔 三至四年一定要離婚 我說你聽你在放 放什麼東西 放風箏 放熱水 後來 就一直到七年喔 我就不想 我不相信 我要弄我人定勝天 你懂我意思嗎 好 我盡量去經營 盡量去經營 但是我告訴你 經營的當中 旁邊就會有小人出現 所以這些小人就是說 比如說小孩子旁邊有很多姐妹 他就會跟他講說 我跟你講最近怎麼樣怎麼樣 你這個人耳根一軟完了 我再怎麼做什麼好 我都沒有用了 可是那些小人講的 可能是真的 就你在外面亂搞對不對 跟你太太 不是不是 我印象很深 為了一件事情 跟我那時候 我們還在婚姻關係當中 吵了很大的架 就是他旁邊的姐妹 然後我回台中 因為我老家在台中 那回台中之後 就跟台中的一些同學 去家POP 就是人家有演唱的那個POP 然後喝點小酒 在那邊聊天 結果你知道嗎 碰到一個朋友是 我前妻的姐妹的朋友 欸 白大哥 就這樣喝兩杯啊 一個禮拜之後 這個言語傳到台北的 傳到他的時候 竟然說 我們去酒店 找妹 然後喝酒 跟一群朋友 為了這個事情 我跟他爭吵 後來 我就想 啊不對 我想到了 是啊 我說 我就去責罵 那那個姐妹 我說 POP跟酒店是完全截然不同的 因為妳的一句話 導致妳看我跟 我老婆發生 妳覺得妳開心嗎 沒有啊 她就給我講啊 他們兩夫妻的 其實我覺得他們真的是歡喜冤家啦 那旁邊碎嘴子的人太多了 人家都是勸好不勸妳 她們都是 所以妳也同意就是旁邊的人有 我同意 所以妳太太周高的人都不喜歡妳就對了 對呀 妳看妳老婆沒有 不是 不喜歡她 男的都很挺她 但是女的都很 對啊 她就是 我當時 會離婚也是因為旁邊的人講講講喔 好了 那事情就趕快嘛 離了 離了之後 過差不多兩個月 我 前妻旁邊的 女的 對 她會講 那當時看著我們要離開的這些人 事隔兩個月左右 一個多兩個月 又跟我講說 白雲 我希望妳們 可不可以再結合起來 譬如說她會跟妳講 白雲 我有事跟妳講 我說啊 到房間來 妳們兩個可不可以再結 出去 她再結出去 我就把她滾出去我房門 你就聽不下去 不是啊 因為我很生氣是 當時妳們這些人是 挑撥 發不得妳們分的 對 就再看一場戲嘛 然後 為什麼現在 事隔不到兩個月之後 妳們又開始要結合 可能是妳前妻 拜託她們來講 也許 但是在她們的立場 她們會講 我希望妳們 擁有一個很好的家庭 但是問題是 兩個妳說要很好的家庭 我覺得兩個講話 或者 就算是再結合在一起 因為那疙瘩都已經在了妳 懂我意思嗎 會變得多好還是有限 可是事實上 白雲沒有的話講為什麼 因為她犯錯在線 所以她有很多悶氣 她只好吃下來 只好吃下來 還好你們今天上她節目 我跟你講不然她起碼 她這一趟回去 應該會瘦個兩三公斤 氣比較消 憲憲憲憲我問妳 該我啦 她有沒有 她有沒有為了 要教新的女朋友方便 所以不把小孩帶在身邊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她非常疼小孩的一個人 因為我很喜歡小孩 然後因為我 去年我爸爸媽媽都不在 其實以我們的工作老實講 我還真的沒有辦法 把小孩子照顧好 對 真的 而且我的印象中 她還講過一句話 我告訴你 單身男的 而且帶一個小孩 特別值錢 女孩子會有同情心 她不一樣 她會找 她是找小妹妹啊 我們找是有錢的妹妹啊 老妹妹 那個感覺就不一樣 對 你講這種話 你女朋友在現場 不是 她是站在我立場講啦 我在她立場講 可是白雲哥 你是不是跟你太太都已經離婚了 然後她又懷孕 對啊 這事情是這樣子 哇 這好 你剛剛那個描述 聽起來很嚇人 我也是看雜誌上的 對 我們12月初離婚 在11月10號左右的時間 還有一起 那時候還沒有 我們離婚是很迅速耶 今天講 明天就離了 你懂我意思嗎 在這完全之前 都完全沒有徵兆的 然後 好 然後就 就11月初的時候 就那時候 我們都一樣 一樣在 過夫妻生活 對 過夫妻生活 然後不小心 我們也沒打算 會有 會蹦出這麼一個兒子來 好 完了之後 離婚 隔一個禮拜之後 她說 我說你在講誰啊 不會吧 因為 當時只要她 早期發現的話 我就不會去蓋那個帳 OK 你懂我意思嗎 因為這是 機率太小了嘛 所以小孩現在多大 現在 兩歲啊 兩歲不到 才一歲 一歲八個多 白雲哥我記得你有版 買月酒對不對 對 就餵這個小朋友 白買月酒 對 當時我說 你這樣會不會 我跟我前提講說 不要辦 你那要吃呢 自己 那客人不是很尷尬嗎 你們又離了 然後又買買月酒 你們那時候沒有很明顯的 檯面上我已經離婚 沒有 沒有 因為有人說 因為有這個小孩 寶寶獎 所以又被騙一包 所以又被騙一包 所以你的意思是為了禮金嗎 不是啦 因為這次都沒去 她講這什麼話 她說 這故事實在很奇妙耶 對啊 而且我都覺得很玄啊 怎麼 不過我這樣聽喔 她太太真的沒有想要跟她離婚 她只是嘴巴這樣 No 其實你看 你可以問馬妞嗎 對不對 如果說我們今天女生 真的我對這男的 一點感情都沒有 我哪跟你還 我還哪跟你這樣子 對啊 所以她根本就是她不想 提出這兩個字是她講出來 她講出來 我想了兩秒鐘我就說 好明天就開始 我們就辦 所以禮婚她說出口的 對 她以前我們小吵架的時候 她會一直把這兩個字擺出來 那我說你不要講這個 因為你講這個 我就覺得你是在開玩笑而已 大家脾氣啦 吵架絕對沒有好話的 但是有一天 等到我只有講出這兩個字 那就是真的定義 後來就 她講 那我們要不要離婚 離婚 每天早上趕快 聯絡律師 然後我們趕快把它辦齊 就這麼簡單 她有沒有嚇到 她 哭得更大聲啊 對啊 我說我就起來 我就走了 我就走了 她後來有沒有再回來求情 說算了還是不要理好 她不可能 她不可能去求的 所以我在想說 當時後來 旁邊的人有沒有 就是出來想要玩 蘇尼亞燈德妳知不知道 旁邊的這些 所以她現在其實還是想跟你在一起 沒有啦 人家現在有很好的啦 那是因為你確定給人家離了 不要人家啦 人家不走怎麼辦 對啊 不過她這樣子結局也好 她最後呢 她們兩家還可以成為 成為家庭 成為家庭的朋友 成為世交 為什麼 當初不是你要離的話 我還找不到這麼好的 對 所以 所以偶爾我 有時候還要回去那邊 就是跟長官上香的時候啊 然後去看我兒子啊 都OK啦 所以現在比較 情況比較不那麼尷尬 不會啦 不會啦 現在就比較不會 隨著大家年紀的增長 慢慢都不會去這種感覺 好 對 那我們要請薛志正 好 薛志正竟是這樣教小孩的啊 我們小孩子啊 也是被你逼的是不是 30秒 小孩會害怕的 真的 小孩沒有 他在水裡還會笑 他因為太怕你 他只好跟你演戲 對 因為他如果他只要表現出害怕 你就會說不要怕 然後再給他放更久 底下是工作人員初選的 第二名 兩個禮拜 謝謝 麻煩 講一下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才結一次啊 不是 認識兩個禮拜就愛的一發 就這一發 然後等一下結婚 然後就是為了孩子才結的 不然你本來是一個 不想結婚的人嗎 對 前面已經講過了嘛 OK 所以結了之後 發現什麼事情不對 就要理了 發覺生活習慣觀念 跟生活方式 教育小朋友的方式都不一樣 剛剛中文講了一個 我小孩子也要 我小孩子啊 六個月的時候就已經會在水裡 也是被你逼的是不是 30秒 他十個月的時候他可以悶 沒有 沒有套游泳 這是有方法 是你丟進去的嗎 但是下水的時候有方法 要把他耳朵壓住 要盪起來 然後吸一口氣 對他鼻口吹 一吹的時候他自然會進氣 這是一個人體的自然反應 這時候也是測試他整個呼吸道 這時候放到水裡 然後看他有沒有吐氣 有吐氣的話再放走 然後氣泡變小的時候 再把他拉起來 所以會這樣慢慢練 蛤 有啊 他嚇得到哭大叫啊 要是我真的 要是我會涼快 我會怕啊 誤會我的意思咧 對啊 你連他都放不下去 你連他都放不下去 我只說他只要講嗎 這洗洗冷水而已啊 小孩會害怕的 會怕 小孩朋友他在水裡還會笑 他因為太怕你 他只好跟你演戲 因為小孩子還會演戲 因為他如果表現出害怕 你就會說不要怕 然後再給他放更久 好不好 如果你覺得是一個對的方法 反正你小朋友接受得很高興嘛 很高興 那你們夫婦吵架有一件事情 其實因為太太請傭人啊 而且不只請一個傭人 早上是請保姆 晚上是費用 再顧 等於24小時 我是生氣是 已經全部給你 已經撐到我能力之外 都給你了 為什麼小孩子還照顧不好 我是氣這一點 然後那時候呢 就有跟家人溝通 然後家人就要 把小孩子帶到美國去 小孩照顧不好的定義是什麼 他那個定義是因為小朋友 學語言啊 你知道嗎 他有一陣子 我聽小學講 他的語言都亂了 因為又是費用 又是保姆 然後又要加媽媽香港 講廣東話 然後家裡朋友每天來 他聽到的叔叔伯伯阿姨 講話都不一樣 所以小孩子都不會正確發音 所以他不會正確發音 第二個 甚至後不想講話 為什麼 已經寵到不想講話了 這火星文的 火星園 對…就變成這樣子 是這樣子 最後變成這樣子 然後已經寵到 醫生講了說要注意一下 不能再寵下去 我小朋友一歲半 就上幼稚園 去行為矯正 會不會跟那個從小 你給他 那是太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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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把他訓練成這樣 一歲半喔 一歲半喔 你要把四歲的小孩 打得鼻青臉腫 是鼻青臉腫喔 對啊 你說打是真的打 沒有 就是小朋友 就這樣揮 小朋友剛好會走路一歲多 他的力量 那你小朋友養得很好啊 是啊 很壯啊 但是精神教育的觀念 生活教育的觀念 不對啊 他就是說那個 有讓他小孩變很壯 可是結果語言呢 就很混亂 所以教育成功的部分 都是他造成的失敗 就是他太太講 失敗也是我 因為我賠的時間 後來越來越少 所以你覺得說 你給了那麼多錢 請了兩個傭人 結果都還教不好小孩 這個是一個問題 我當下的時候 那我幹嘛花這些錢 而且你今天有事的話 有工作的話 我摸摸鼻子沒話講 大家都忙 你沒事耶 你就是一個家管而已 你怎麼這麼一個家都管不好 所以你們夫婦吵 就是說離開原因主要是因為 對管教小孩的 完全不能溝通嘛 我離婚的最後原因是 因為有一個鏡頭 他離開分居以後 離開台灣 最後他說協議 我還是回來面對這個事情 我很高興 因為他那時候把小孩子帶走 我看不到小孩 我很想小孩 然後回來的時候 當下他下飛機的時候 我就做了 他如果要離婚 我就讓他走吧 因為 因為 現在小孩是他在帶 小孩子他 那你還是要 是不是他帶我也不知道 小孩子五年我沒見面 你說到現在我以後還沒見到 五年了 五年沒見 從 從簽字離婚 從簽字離婚開始 然後那時候SARS來了以後 那個 就看不到 他就把小孩帶走看不到 就他跟小孩就失聯啊 就 失聯 那他們也不需要你的經濟支援了 不需要 完全切斷 你也找不到他的家人嗎 因為說實在話 他那時候 當下簽完字的時候 我的所有的經濟也全部 全部空了 你把錢都給他了 他也曉得 也掏不到東西了 對 先生你好慘喔 可是其實喔 我聽到這裡的時候 我會想到 其實一般外界大眾 是會 還是會有一個錯覺 就是覺得藝人 就等好賺錢 有錢 對 很多窮藝人耶 可是實際上也是很有錢 可是有錢的 就只有那幾個耶 那時候有錢的時候 那時候有錢的時候 我也是被朋友害很慘 所有的錢還清的時候 我們聽過你的那個 被騙錢的故事 你們還看到我那些資料 那加起來也不少錢耶 OK 但是我手上 又有八個節目在繞 那時候我主持的節目 可是碰到一個 最重要的關鍵 而且他又需要天天看到我 所以我把外景節目 出國節目全部請辭 結果骨牌效應 後面我變成通告藝人 所以也是有經濟壓力 對 你知道嗎 後來我那時候聲聲鼎味 對 憑賤負氣 百世愛 可是我現在又破掉這個觀念 跳槽跳 怎麼了 對 又跳槽跳 跳槽跳一下 而且又不需要別人幫忙 就要自己救完一下 因為已經發生了 因為已經發生了 所以你現在還處在就是 完全沒有任何積蓄的狀態嗎 沒有啦 開始有積蓄 沒有 我想很多是可能是那個 他未來的那個老丈人 錢爸給他的很多智慧 是錢德門嗎 錢爸 錢爸 錢爸女兒好漂亮 對啊 你們錢爸的畫面都弄 幹嘛 那麼早都很難看嗎 沒有 不是想到錢爸 是錢德門先生跟他女兒 怎麼樣子差那麼多 完全不一樣 所以你現在還沒有怕婚姻 對 我當初也是 錢爸也說 我女兒要出道的話幫我們照顧 沒問題啊 想辦法一句話 他搞不清 我們也好好照顧 照顧到現在 馬妞小姐的那個 離婚故事其實很有名 所以我不知道我們今天 給你的標題會是什麼 接下來是公眾人員 初選的第一名 大陸 這次的重點是大陸嗎 大陸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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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是大陸 其實 因為台灣的藝人生態 對 那因為奔土俱當道的情況 因為鳳王當時不會講台語 對 他才講不好 那我就說你去大陸 可是他不想去 他不想去的原因就是 我的家 所有的東西 我覺得我的重心是在台灣 我應該不來台灣 可是我就 因為我身為老婆 有時候講話 還必須要直接一點 不管傷他不傷他 我都說那台灣 你沒有發展嘛 你沒有機會嘛 你先講兩句台語能聽嗎 不能聽 你平常跟他講話 都是這個語氣嗎 沒有我在跟他談事情的時候 我必須要用這種語氣 語氣因為 我當初要加他也是因為 他有一個大男人 可是我覺得當這個大男人 沒有進步的時候 你就要做大男人 那你有要陪他去大陸嗎 我怎麼可能陪他 我自己在那時候 在台灣有三個節目 代狀在run 我怎麼走 我就跟他講 你去大陸工作 那只是短暫的 我就一直給他觀念 先耕耘 不見得不好 因為以後一定看得到成果 他去大陸 因為他一去三個月都沒有回來 他沒回來不是他 他不能回來 他可以回來 因為當初去大陸拍戲 想說要來回的機票支付 他不願意 那我就說 那我去好了 我那時候很想 每個月就去一個 一兩次 一兩次 他說不行 好 我就去 大概三個月我大概去一次 所以當時我就很開心去 我一到片場的時候 飯店都沒有人 那剛好台灣這邊有人接待 就是周姐那邊 周製作那邊 周有的戲 接待我就很開心 然後我就看他住的房間 我還去看他 哇 看他多少泡麵 我現在就很難過 因為他一定捨不得花錢 就買了很多泡麵 就很難過 結果後來我就聽說 怎麼馮光榮沒有回來 蛤 你是 那個大陸演員就問我 我是馮光榮的太太 一向只打人的馮光榮 怎麼會被打呢 好 雙音不順 竟然是長相出問題啦 可是每次都是演樂 所以我愛他一個要 他都演不到快樂的太太 好像人的個性或者是相貌 其實在導演在Casting的時候 他會看每個人 就是他講得很衰是不是 不是衰 就是說 他一定是同學 你用衰這個字嗎 衰起發了一個人 他會問我 我是馮光榮的太太 你不知道她被打了嗎 我當時一聽 我說她怎麼被打了 她就覺得 那個大陸演員就覺得自己 說得太快了 也不知道講什麼事情 我開始跟發瘋 因為馮光榮被打了 怎麼可能被打 她沒有打人家都不錯 怎麼被打 結果是因為打了人家之後 人家撂了一票人來 大陸人撂一票人把打 結果我竟然下 我看到馮光榮在大陸的第一幕 是她在一躺打點滴 然後因為擔心我腦震盪 所以被留院觀察 然後大陸公安在問這個事情 所以你是受不了她這種個性之類 她的個性 其實我們的導火線 還不是這個問題 其實我知道她脾氣不好 她脾氣不好是 我們兩個會比較爭執一點 因為剛開始工作人員問我說 妳跟馮光榮會不會很愛吵架 我們會吵架大概都是為了 她大男人那種 所以妳提離婚的時候 難道不怕她翻臉嗎 我提離婚想很久 其實離婚的原因 絕對不是現在大家看到就是說 是不是妳太忙怎麼樣 生活當中有太多的問題 太多的問題 日之一月了一下 她大陸回來她很不開心 我其實在婚姻裡面 我有等了三年 這三年當中 我們幾乎就是一個夫妻的名字 掛在那兒 什麼夫妻該做的一五個 什麼都沒有 妳就一直想說她可能會改 會改 會改 我在期待 比如說這個水擺在這邊 可是妳拿藥喝的時候 這水怎麼空了 啊 空了嗎 可能妳喝完了我去換 妳明明知道是空也太白了 她會這樣對待妳啊 有一陣子她的情緒很不穩定 很不穩定 所以妳這個婚姻是一開始 妳自己就覺得不對勁的 為什麼在三年前 因為三年前當中 我們還有很多的理想 人可以為理想可以活一輩子 可是理想跟現實 是沒有辦法去做 做一個很大的平衡的 剛結完婚我們很甜蜜 享受婚姻生活 然後幹什麼 我們很多理想去做 可是三年後 妳不能永遠都在家 她太大男人 拉不下臉 拉不下臉 而且她拉不下臉 我都拉得下臉去打電話給製作單位 我說最近馮浩蓉OK耶 價錢先不要談 怎麼樣來演 對 可是有時候我談好了她不演 可是其實因為我夫妻兩個 我其實都認識嘛 那馮浩蓉其實如果以在國語 那個戲劇在流行的時候 她的條件她各方面 其實是可以當一線小聲的 對啊 那瑪妞的個性呢 瑪妞她很厲害 瑪妞是那種她歌仔戲她也可以去演 她什麼主 什麼工地秀 所以在工作上面的邏輯 其實是兩人不一樣 對 我們的邏輯不一樣 身段不一樣 所以她常常都說我 你戲也遠不好 因為她是科班的 可是我回她一句 誰說叫科班要好 我覺得學習最重要 那我的觀念 所以她認為她的理想就是 我是科班的耶 科班可以當飯吃啊 那捧個飯給我看看 我就讓她講 她就說我是歪理 所以為了工作的 有很多的邏輯 就像剛剛Michael講的 Michael講的沒有錯 我們這邏輯沒辦法認同 那妳提出離婚的時候 她就接受了 妳不是說妳想了很久嗎 我想很久她不接受啊 那妳都在想些什麼 妳在想她怎麼樣才能接受啊 沒有我不是想她能不能接受 我想我要不要理 我只是 我只是要生活裡面 多一點點的關心 對 我常說 我要的就是 因為 小椅子知道我錄影的時候 會這邊痛 我那時候這裡很痛 大概就是生理期痛 我不是一般女人說 身體痛就痛一痛就 我不是我痛到會痙攣休克的 我好幾次昏倒 可是我在那時候要聽到的是 妳沒事吧 還好吧 可是她給我的是 這話是兩種意義 對張實的我 就像女生哭很希望男生說 好了 不要哭 可是男生會說 妳幹嘛又哭啊 妳幹嘛又哭了 妳又 所以我幫馬妞 什麼窗截啊 其實我認識馬妞也有一陣子了 其實她是一個對愛情 充滿幻想的人 所以當時 當所有的人都覺得不看好的時候 她覺得她很愛冯大哥 所以她要跟他在一起 所以這種幻滅 但是馬妞的個性 因為她其實對錢有很大的不安全感 所以她就希望就是說 兩個人能夠一起奮鬥 可是當 所以她什麼東西都可以接 包括購物台 當她主持節目沒有 有一段時間好落魄好撩倒 可是她什麼都 她是像踩不死的蟑螂 她就是妳踩我 我就努力的再往上爬 可是冯大哥 她是有她的面子 有她的理想問題 其實人有時候 就是在她最好的時候 剛好是她最弱的時候 在她最弱的時候 她希望得到她的所有的諒解 和了解和體諒 你知道我現在這種狀況 可是她在努力為這個家奮鬥的時候 她也希望得到她的 女兒也希望得到男人的體諒 其實我覺得會想離婚的時候 是我出院之後 我整個健康了 我要再走入事業的時候 我發現到 原來從我決定開刀到出院 到我決定在職場上 這中間 馮光榮賠我多少 女人是能夠置之死利於後生的 女人任性都會比男人強 我才發現到原來出院之後 我還是靠自己 我記得我出院第七天 我就去電台上班 我上班三天 因為又急速細菌感染 我又住院 趙商康趙大哥 那個電台老闆叫我休息 我七天同時趕電台還趕 那時候八大的一個節目 錄影 我是沒有辦法走路的 因為要綁15代 因為我 可是為什麼我要錄影 我住院的開刀的費用 是我自己出的 我所有都是我自己在場 我沒有說過馮光不好 但是他給我的安全感太少 為什麼要錄影 你們後面有談戀愛吧 其實我現在 我不知道我拿什麼條件 跟他談戀愛啊 什麼意思 怎麼可怕 因為 因為其實蠻又太多 不然他要多少小狼狗都可以 不是 我覺得有一件事情是 我常說 談戀愛的條件 我覺得我比人家差很多 怎麼會 不會 你也沒有小孩啊 你為什麼這樣想 沒有 他很忙啊 第一點 我時間上 我就不願意再去開放這一段的 就是把他這個時間是open 然後還有一件事情是 我旁邊這些離婚的男生 都談戀愛才很高興啊 那是因為 他們有認識到一個好的女生 好 但是我現在沒有碰到一個 真正所謂可以照顧很好的男人 就是 就是那種 幸福美滿的那種 像我在戲裡面也是跟他吵的鑰匙 我們其實演過兩次 我們每次都是演院喔 那我愛他愛的鑰匙 她都演不到快樂的太太 我演不到快樂的太太 對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 好像人的個性或者是相貌 其實在導演在Casting的時候 他會看每個人 所以他搞得很衰是不是 不是衰 就是說 他一直在懂 你知道有衰這個字嗎 對… 今天的 慰問金好像也不應該給他 因為他就一副 自覺深入的樣子 今天也有慰問金 我跟你講 我已經 你不是說你現在過得很好嗎 我已經五年沒有看到我小孩了 我想 寄一張機票 可是 可是 可是不知道 不知道我小孩會不會說到 可是我覺得 所以如果有多餘的慰問金的話 我就會去做這件事情 可是我發現寇生我在電場 其實啊 我跟那個小薛認識啊 是他進這個影壇齁 就是表演的第一個角色 第一出戲 圓圓 他那個時候就是演一個 躺在床上的陣場 沒有啊 太失誤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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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演好可憐 所以黃座的東西 在暗示就是 導演在卡斯的時候都會選到 對 我跟你講 他那個時候還好小的時候 像我現在看到Michael小孩 十五歲 他的小孩 他的小孩 其實我是很羨慕人家小孩 因為我可能有一種遺憾 對 我有遺憾就是 其實這一點我滿對不起風光榮的 我必須講就是說 其實有時候上節目來講 你談不到對不起誰 對啊 因為其實我應該負的責任很大 有什麼 你太悲情了 你怎麼講這種話 你太傳統了啦 你不要跟我 我跟妳一直在這種話 我跟妳一直在這種話 你一直在這種話 我一直在這種話 好了啦 來票選了啦 好 我們要請兩位朋友老師 決定今天的慰問金要給誰 俗話說家家都有本難念的經 每個人的離婚理由都不盡相同 而今天四位來賓的離婚理由 你覺得誰最理智呢 那個薛先生 我先跟你講 就是評審其實對你的評價很好 就是說 他認為你是善良的人 只要你遇到 只要你遇到 只要你遇到對的人 就可以得到幸福 可是評審一次決定呢 就是把慰問金頒給馬妞小姐 什麼啊 看節目的時候不要轉台 太好看了 然後我已經很擠了 因為評審說你要 你吃飯然後 文文老師叫他去造型上 對 我叫你去燙個頭髮 然後便便新髮型 然後買一點燕窩 然後讓自己身體好一點等等 OK 開心一點真的 沒有啊 你不是 練瑜伽比較有效 享受一下人生 享受一下人生 好愛自己先 大家 請大家吃飯 大家一起吃飯 OK 謝謝 謝謝 你去上瑜伽課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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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